中国天津一座大楼外墙 昨天突然发生大火 滚滚浓烟只冲天际 场面十分害人 当局立即调派了284名消防员 和62辆消防车救火 索性火势最终受控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这座位于南开区南京路 与万德庄南北街交口处的 26层楼高的新天地大厦 是在昨天下午突然着火 从画面可以看到 熊熊大火覆盖了大楼 一楼到顶楼的外墙 那高层还有碎片掉落 当局目前还在调查起火原因